阿波羅新聞網 獨立 感言 新穎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華 突發 中國又一巨頭爆雷 上海幾千員工一個不留 8月清場 共和黨2024黨綱草案出爐 全面建制北京 取消中共最惠國待遇 習近平傳遞不詳信號 重回毛時代 歡迎收看阿波羅網副頻道 今天是7月9號星期二 我們的主頻道每天發表6個視頻 一些觀眾詢問如何找到阿波羅網主頻道 您在我們的頻道首頁下下拉 有主頻道的圖標 點擊就可以進入主頻道 在每個視頻描述下 也有主頻道訂閱 加入會員和贊助鏈接 下面請看詳細內容 突發 中國又一個巨頭爆雷 上海幾千員工一個不留 8月清場 平安銀行在上海也撐不下去了 《21經濟網》7月6號報導稱 上海信用卡研發中心及消費金融研發等部門 遷回深圳 面向裁員 網民稱 真的很神奇 以回錢方式裁員 網傳上海幾千員工全撤一個不留 7月22號完成換錢 8月上海職場清場 據悉 平安9萬億全套在房地產 全是假賬壞賬 不僅降薪裁員 現在連公司都保不住 財經大V在社交媒體披露了更詳細的信息 據傳 大概率真 平安銀行要通過回錢深圳的方式惡意裁員 上海幾千號人全撤一個不留 內部有這方面的傳聞N加1加2賠償 去深圳的話 12次往返機票 兩年住房補貼 對此 平安銀行7月6號向陸媒紅心資本局稱 關於平安銀行變相財源的消息不屬實 為加強管理 提升效率 近期 平安銀行在進行總行辦公地點統籌管理 涉及到少量員工工作地點的變化調整 但對於傳言中所指部分員工將從上海搬到深圳一事 平安銀行稱暫時無法回應 另據新浪財經7月6號報導 在當前經濟形勢不景氣的大背景下 即便是一直備受贊喻的銀行業也開始感受到壓力 其中 平安銀行的表現也未突出 根據該行公布的2023年年度報告和2024年第一季度報告 年度營業收入下降了8.45% 而第一季度的下降幅度更是達到了14% 這兩項數據均為行業內的最大降幅 另外 平安銀行近期還面臨監管機構的重罰以及降薪的傳聞 今年5月 有關平安銀行員工5月份計效獎金下調的消息引發廣泛關注 實際上 隨著中國經濟環境持續惡化 各地裁員 降薪等現象普遍存在 甚至波及到一些傳統的所謂鐵飯碗行業 如公務員 銀行职員等 也不斷傳出被削減福利和降薪 共和黨2024黨綱草案出爐 全面禁止北京 取消中共最惠國待遇 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黨綱委員會小組 8日通過並公布2024年黨綱草案 計劃重建軍力與盟邦關係以及對抗中共及打擊恐怖主義 經貿上將取消中共最惠國待遇 禁止購買美國房地產及各項產業 並防止中國汽車進口美國 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定於7月15日至18日在米爾瓦基舉行 將通過並公布新版黨綱 2024年共和黨黨綱亦於過去冗長條文章節 以讓美國再次偉大為名 指名獻給被遺忘的美國男女 並以回到一般常識簡單化條例文字說明 包括擊敗通膨 封鎖邊界及建立史上最偉大經濟體等選民易於理解的十大章節 國防外交部分集中在第10章透過實力回到和平 共和黨認為拜登政府脆弱的外交政策讓美國人民更不安全 並成為世界笑柄 共和黨計劃經由重建軍事力量與盟邦關係 以及對抗中共打擊恐怖主義 建立鐵穹導彈防衛盾 推進美國價值 保護國土邊界及重振國防工業基礎 經貿部分集中在第五章 以保護工人 農人與避免不公平貿易競爭為題 指共和黨堅守美國優先的愛國經濟政策 承諾貿易平衡 確保策略性經濟獨立及重振製造業 具體做法有六條 1.經貿平衡 支持對國外進口貨品徵收底線關稅 通過川普版貿易互惠法案 回應不公平貿易運作 2.對中共策略性獨立 取消對中國的最惠國待遇 禁止中國購買美國房地產及各項產業 3.搶救美國汽車工業 取消拜登政府的電動車計劃或相關授權 防止中國車輛進口 4.重要供應鏈項目移回美國 確保國家安全與經濟穩定 提高工作機會和薪資 5.購買國貨與僱用美國人 強化政策 把工作移除美國的業者不得做聯邦政府的生意 6.成為超強製造業國家 通過保護工人避免不公平外國競爭 鬆綁能源政策 再造美國生產 創造工作機會 財富及投資 6.黨綱草案在9日將進行全體委員投票 通過後再於全代會表決 習近平傳遞不詳信號 重回毛時代 中共十四届全國人大常委會近日開會 通過了新版的《農村集體經濟阻止法》 習近平以國家主席的身份於6月28日簽署了第26日主席令 宣布該法案將從2025年5月1日起實行 據悉 這部《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在此明文確定 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資產屬於公有不可分的部分 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分配原則是按勞分配 不存在憑借佔有資產的份額取得分配權 而更重要的是 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生產生活要統一由黨管控 法廣7月7日發文分析稱 這部法案可以說是對早前嘗試的集體經濟股權化 土地承包權和其他財產權股權化 物權化 然後在市場上自由流轉的改革方案的否定 此法案為資本下鄉兼併土地設定了明確界限 旨在強化中共當局對農村的控制 北京黨局敢在三中前制定出這部《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 表明中國將向計劃經濟轉向 是北京當局將進一步背離市場經濟的風向標 台灣中央廣播電台的報導 則引述美國華盛頓資訊與戰略研究所經濟學者李恒青的觀點指出 習近平當局此舉 就是要強化黨對農村經濟社會的控制及領導 回到某時代的人民公社化 再從農村延伸到城市 最後形成中央集權 李恒青說 一旦要這麼做的話 實際上是為他最後從農村到城市 逐漸地都要回復到那樣的一個中央集權 然後黨領導一切的狀態去 那個時候 社會的自由度就會越來越收集 李恒青進一步指出 這項新法能否解決中國農村的經濟問題並非重點 因為中共的這項新法從根本來說 是要解決政治安全問題 李恒青強調 對北京當局而言 中國經濟和民生會變成什麼樣 已經不是其主要考量的範圍 習在意的就是政權穩定 只要牢牢地抓在自己手裡就可以 這也是習近平一直在反覆傳遞的重要信號 我們通常能夠在視頻發布後一小時內提供字幕 您只需點擊視頻上的CC按鈕即可打開字幕 請大家訂閱 點贊 轉發和留言 讓我們的親朋好友得到最新的內幕資訊 做出正確的選擇 在亂世中自保 我們也在乾淨世界平台開了一頻道 歡迎您也在乾淨世界訂閱我們 鏈接在視頻的描述中 再會